Hello,大家好,这里是喵妹电影 今天喵妹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我妻子的一切》 小白和小丽在日本因为一场地震而相识 随后两人陷入热恋,不久后便结婚了 在外人看来,小丽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 这是一个几乎完美的妻子 但在小白那里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七年的婚姻让小丽从一个小可爱变成了一个无比唠叨,强势的汉妇 小丽的强势和刁蛮让小白疲惫不堪 小白拼死争取到出差的机会,远离小丽 没想到小丽却又自己跟了过来 小白偶然结识了撩妹高手小黑 想要离婚却又不敢说的小白心生已尽 雇了小黑来勾引自己的老婆出轨,来达到离婚的目的 同时小白为了远离老婆的唠叨 于是将老婆调到了首尔的一家电台工作 随着小丽唠唠的消失 读出一个人的小白才初见发现妻子的种种好 另一方面,逐渐借进自己妻子的小黑 竟然假戏真做,爱上了自己的妻子 手足无措的小白赶忙找到小黑,想要终止合作 没想到小黑居然不愿意撒手了 无果的小白只好向小丽道出了事情的由来 小丽听后感觉被欺骗,于是决定离婚 她去往法院办手续的时候,刚好赶上法院休庭 于是两人去找了家面馆吃饭 吃饭的时候小丽的手机震动了 以为是地震的小丽,慌忙地转到桌子底下 小白也就跟着蹲了下来 这场景就像两人初次告白时一模一样 两人回想起当时恋爱的种种美好 被感动的两人决定重新和好 小白过上了妻子整天唠唠的生活 只不过这次小白爱上了这种生活 好了,今天妹妹的节目就说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妹妹我的节目,记得点赞哦 如果你想表达对妹妹我的支持 不妨在屏幕下方留言 爱你哦,摸摸哒